大家好我是马儿 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MASDA于4月释出了日归新年式MASDA3的相关讯息 并且宣布即日起开放预定 该车款预计将在2023年6月正式上市 MASDA也已经公布价格 日归新年式MASDA3售价自228万8千日元 约核心台币52.9万元起至386万6千5百日元 约核心台币89.4万元 日归新年式MASDA3这次带来新七色选项 同时也针对内装配备 以及主动安全辅助系统进行优化 希望及此带来更便利的用车体验 这次的产品改良 不算是一般认知的小改款 因此外形并无修改 而是针对安全 便利与舒适性进行提升 日归新年式MASDA3这次开放全新陶瓷金属色 让消费者选择 车内换上10.25寸中控荧幕 比先前8.8寸荧幕更大 加入Key无线充电 USB Type-C插槽 无线Apple CarPlay 守护计划包含MASDA My Car Carry Driver Care MASDA3也新增了驾驶注意力辅助系统来提升行车安全 如果系统侦测到驾驶的行为有意撞时 会发出声音并在仪表板上显示警告消息 还有2024MASDA3现在也会检测前方的其他障碍物 包括行人在内2024MASDA3 还获得MyMASDA应用程式可进行远程引擎启动 但这仅限自排车型 还有当不同的驾驶用车时 若超过预先设定的速度 驾驶时间和驾驶区域范围时 智慧手机上的App也会立即收到警报 此外,新车也导入MASDA My Car Care 以防万一汽车被盗 该系统几乎可说是整个2024MASDA3的标准配备 但,SKYACTIVE G1.5车型除外 在日本市场上,2024MASDA3将于6月初上市销售 台湾应该在第四季前 如果你喜欢MASDA,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SDA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